一般准媽媽可以分開健康有問題或健康沒有問題的媽媽 例如服用長期藥物 精神科藥物 甚至有血壓膏或糖尿病的媽媽 他們尤其是需要接受人前檢查 因為他們的病況很多時候希望在穩定的狀態下才準備要嬰兒 例如血壓方面 一般如果是一些比較血壓偏高的媽媽 可能他們需要用懷孕期適用的血壓藥 或者懷孕期之前已經有糖尿病的媽媽 可能他們希望令到血糖愈穩定愈好 因為血糖的水平愈穩定的話 對於嬰兒的結構方面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至於長期服用藥物的媽媽更加需要諮詢醫生的意見 因為某些藥物可能不適合懷孕期使用 亦都希望在懷孕期之前諮詢醫生的意見 希望某些藥物可能要停掉 或者是有些藥物可能要轉到別的藥物 至於健康沒有問題的媽媽 亦都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鼓勵她 接受一個人前檢查 因為大部份的夫婦在結婚之後 未必立即準備生嬰兒 可能他們之前有避孕的措施 停了避孕的措施之後 未必可以馬上馬上懷孕 這個需要深信醫生的意見 至於一些關於遺傳學上的檢查的需要 例如兩夫婦 希望可以排除一些比較香港常見的 例如地中海貧血這些基因的懲帶 希望在引前檢查那裏可以一日排除 其實在懷孕期頭十二星期 就是嬰兒的器官發育群最重要的階段 這段時間如果媽媽不幸感染了一些病毒 尤其是德國麻疹這個病毒 胎兒的先天性缺陷的機會是十分之高的 所以其實現在一般的學童 都會在初中或者小學那段時候 已經接種了一個疫苗 就是德國麻疹的預防疫苗 但是經過十多二十年之後 可能經年雷月 很多時候很多女士可能身體抗體的水平都會跌了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他們在準備懷孕之前 如果已經發現抗體的數量是不足夠的話 可能他們在準備懷孕之前的三個月 就去找醫生幫他們打這個加強劑 甚至有些如果不在香港出生的女士 可能他們從來沒有接種過德國麻疹的疫苗 更加在他們準備懷孕之前的三個月 是打了這個預防疫苗 希望他們懷孕之後得到完全的保障 當然其他其實我們在學童時期打的一些 對於一些預防疫苗 對於一些傳染病的預防疫苗 很多時候可能都是經年雷月之後 亦都是抗體或者身體的免疫系統都會開始失效了 所以如果準備迎接這個新生命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這個BB 在一個充足的保障環境之下 所以有些比如說白喉或者白日咳這些 會對於那個新生命 構成一個比較嚴重的疾病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鼓勵媽媽如果在準備懷孕之前 可能都要考慮徵詢醫生的意見 看看需不需要接種一些加強劑 希望他們自己媽媽本身可以健康些 這樣就不會將這個病症 萬一在照顧BB那段時間 傳染給了BB